欢迎回来 本来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喜欢吃泰式沙拉的朋友 今天这个食谱您会喜欢的 我们来做泰式冬粉虾仁沙拉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酸辣沙拉很开胃哦 而且冬粉很健康 吃多了也不怕长胖 材料有冬粉 大虾 肉泥 洋葱 剩女果 小辣椒 香菜 蒜末 小辣椒 冬粉 加开水泡软 冬粉 泡软后 沥干水分备用 大虾去壳去虾肠洗净备用 沥干水分备用 洋葱去皮 洋葱切丝 少女果切半 小辣椒切末 香菜切末 这个沙拉好吃的重点 就是这个灵魂酱汁了 跟着屏幕调一个汁 味道可以按个人喜好 增加或减少哦 我是用自己做的柠檬醋 取代柠檬汁 下次有机会 我拍视频分享做法吧 拌匀后放一旁备用 把大虾煮熟 煮大虾时 不能用冷水 也不能用开水 应该用热水 锅底冒泡时 水温大概60摄氏度左右 就可以让蛋白质变性 这样等到水烧开时 虾差不多就熟了 缩短煮的时间 保持肉质鲜嫩 煮肉泥了 煮熟后捞起备用 准备一个大盘子 比较容易搅拌 把冬粉倒入 把全部材料倒入盘内 倒入灵魂酱汁 满满的食材看了 就很有食欲哦 像不像华人新年的烙生 也许今年的新年 大家也可以做知道 凉拌沙拉取代捞生哦 而且还健康开胃 新年吃多了 做这个一定很解腻哦 捞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冬粉大虾沙拉越吃越好吃 我和家人一下子就吃了一大半 家里有花生的朋友记得要把花生烤一烤 香香的拌着一起吃 味道很棒哦 我家里的花生坏掉了 所以没放 有点小可惜 脆口鲜美大虾很好吃啊 食材方面也可以加油鱼 味道也一样很棒哦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感谢观看